这两个学生是看起来像学生的人啊 他们是不是也该反省一下 这个全国相当有名的彰化陆岗摸乳像啊 很多的观光客到这边来啊 总是会在墙上啊签个名啊 真的是破坏景点 最近更过分了 在摸乳像里面呢 竟然有人画下了女生啊 三点悬漏的这个猥亵涂鸦 而且呢有监视器都没在怕的 现在公所人员调出了录影画面 发现说有两个看起来很像学生的男生 拿着立可白在摸乳像里面就这样乱涂鸦 这段画面提供给警方来帮忙抓人 摸乳像内的水泥墙细数遭涂鸦字体 除了有游客的校民外 不堪入目的猥亵字句也出现在其中 这个我们都还有经过 已经在那儿稍微洗掉一点 这个都洗不掉了 就还在想办法怎么处理 到底是谁这么没功德心 调阅监视器画面 看到两名像是还在念书的男子 先是在摸乳像内互相拍照留念 随后拿出随身携带的立可白 直接在墙上画出像是裸露女体的图样 破坏知名古迹摸乳像 对于涂鸦的部分 我们目前会依照 如果你再继续涂鸦的话 我们会把它公布在网站上面 陆港摸乳像是国内知名的观光景点 颁布的红砖围墙 至少有百年历史 假月不少人潮涌入 但苦恼的是民众似乎有样学样 随意涂鸦 甚至还写上色情文字与色情图案 公所打算把画面提供给警方 抓到这两名没功德心的男子之外 不排除派人巡逻 严防破坏骨骑的涂鸦客 中文新闻 陈孟辉 彰化采访报道